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山真的太舒服了 大家好 我是爱奇 一名浪迹天涯的亮仔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那行李全部搞好了 昨天呢已经是黄岛的第一天 我也不知道是从东线还是西线走的 但是我知道我是往淡洲方向走的 淡洲黄岛一圈 沿着这个国道走啊 但是它没有海看 没有海风吹 现在时间10点40多了 继续出发吧 海南没有冬天 一年四季都是夏日延延 真正实现了万里无云 一片云朵都没有 现在的我真的就像热锅站的蚂蚱 外焦里嫩了 太热了 看看 外面35度的天气 台岛乐园欢迎您 反斗玩具城 哎呦 已经中午整整12点了 恒大玉海天下 这后花园风景不错 好凉快在这里 前几天在广东住的时候 全部都是遇到这种包 听说里面全部都是那个红椅 捅了马蜂窝 捅了马子窝 密密麻麻的 有点搞不明白自己 跑来这个山咖咖里面看鸭子 哇 那么多嘎嘎嘎嘎 这边还有一整片哦 看这个美味 跑来跑去的 真的是那个鸭子所过之处 寸草不生 这边红椅里 这里下面好多那种小螃蟹 如果能下去怎么 抓到一两斤拿来包 就哎呦 美滋滋 这些螃蟹看见我下来都开始慌了 全部躲进洞里面 这种是不是招潮蟹 那个钳子特别大 我一走近它就跑 为了小半天时间 终于让我抓到一只活生生的了 这太小个了 放了吧放了吧 谢谢你 想去海边摸虾都不得 没有路了 对面那边就是大海了 但是我没有路走了 这恐怖阴神的小道 有点盛阳啊 旁边还有那么多 小土包 各位大陆神 摁一下路 太生勇了 这里赶快出去 我来洗个脚凉快一下先 哇 这脚都晒黑咯 如果穿个人字托 那不是黑两半 哇 那么多楼都没建好的 这些烂尾别墅群 好可惜啊 都没有人买 这一栋好看 我喜欢的类型 来这个野生的小麦不搞点吃的 中午就简简单单 吃个面包 一个乳蛋 就可以了 吃了个面包垫垫肚子 又该出发了 海南这边也种谷子的吗 我之前怎么没见过 还是走香道比较好 空气清新 一共挺优美 这边挺热闹的 早说看起来不再想卖不吃面包了 这一大片才是红树林啊 肯定很多海货 现在位于海南的金兰大桥 这里不仅优美的 那里还有一种古建筑 也不知道是什么 走 稍近看一下 林高文化艺术中心 林城文坛妈祖庙 进去喵一眼 上两把箱 求个姻缘 文坛妈祖庙 现在我所属的位置 有人打电话 等一下 几点呢 谁打电话 喂 你好 你好哥 不忙吧 你好哥 小妹 推销广告的算了 现在我所属的位置是海南省 林高文坛妈祖庙 走 摄影师跟我来 带你们进去看一下 我视网我没有摄影师 好气派啊 一进来映入眼帘的是两个凉亭 然后就是 这个是偏房吧 这个是厨房 会议厅 重建文坛妈祖庙公德版 都是一些大造化的人 捐了钱建筑的 财神爷 这里就是正厅了 文坛村 妈祖大殿 殿内禁止烧香 莲子送观音 拿祖神像 刚才呢 有个人在那里歇息啊 不敢大声喧哗 土地公 土地三神爷 要拜拜吗 算了吧 新城泽灵 这个接待室啊 管理员宿舍啊 大门紧闭的 就不看了 旁边就是个厕所了 佛关南海 好了 不耽搁在这里太久了 继续出发 下一站 Go 这边这条路超难走的 差不多到海边了 去洗个脚 这个海风吹的就是说啊 很多人在下面钓鱼 还有两个美女在那里拍照 看海拆咯 看一下有没有海货捡啊 捡点海货干办了 不能穿拖鞋 太难走了 这里有个海洞 这应该是那个生子王吧 哇那么大一个洞 这边的海水特别清澈 比前两天看见的那个海还要清澈 哇这海浪一层一层 千层浪 好壮观啊 这里会冒泡呢 我这个脚比那个挖掘机还要厉害 陨石 我那个自行车放在上面不知道安不安全 不管了先逛一圈再说 一个海鲜都找不到 就找到那个小小的寄居蟹 好想下去游个泳 但是旁边太多亮妹看见了 我又不好意思 看人家那里钓鱼的有没有鱼吧 十块钱买一条鱼 单做今天的晚餐 把它揪出来看一下是长什么样的 你在挑战我的耐心 你看我逮不逮到你跑 你看这只就是寄居蟹了 这个挺大的那个螺壳 把它们三个放在这里 让他们看一下谁打的厉害 在电视里面看过那个寄居蟹在抢那个壳 找多几个吧 让他们打得更激烈一点 到处都是这种小小的寄居蟹 你这只你还自己投过来 自己跑过来 你66666 打架了打架了 已经开始打得你死我活了 哇那个大的大的出来了 这个大的巨无霸 专门欺负人家这些小的 这是什么珊瑚 刚才我在这里挖到了一个磅 看来我找磅是非常专业的 一个磅 再挖多十几二十个就够煮面条了 怎么自己挖了一个 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肉 砸开看一下 我等是有肉的 嘎嘎香这种 拿来煮面条特别清甜吧 这种浪费了一个 玩也玩够了 已经是四点半了 去上面买点菜做饭吃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沿海那条路一直都不休 阿姨哪里有菜市场呢 一直走吗 一直走 谢谢啊 去菜市场买点菜 这附近有个菜市场 搞多一点物资 不用天天买的 跟着那个阿姨就得了 但是她搞得太快了 一点都不等我 原来那个菜市场就在前面这里 看看有什么物资可以购买的 这虾多少钱一斤呢 27啊 高15块钱可以了 那边还有鲨鱼 买哈的呢 买哈煲猪 绿油 15块了 有花 有飞翅水 去到哪里 是啊 我有帐篷啊 买点菜就可以了 你怎么那么年轻就享受 先闻着了 在哪里都闻了 15元 一个人就享受 是啊 到处旅游 海鲜鲨鱼 刚回来的 刚回来的活的 这螃蟹都断腿断手了 那个螃蟹多少钱一斤呢 大的 南瓜蟹吗 南瓜蟹50 好大锅 哇 那么大一个 买一个 买一个 我都买了买了蝦了 买蝦就会拿这个金针 拿一个针你去了 就是啊 拿一个针你去了 这两个针在一起 这是龙虾 这是龙虾 还有龙虾 这是龙虾的 南瓜蟹 南瓜蟹进去 那个蝦金针 可以一起针 包粥的 包粥也可以 金针也可以 再买点其他菜吧 嘿嘿嘿嘿 有钱吗 这里面的带着东西还有东西煮啊 有啊 有米有面 就是没有菜 可能蔬菜去哪里都有 买的满满蛋蛋的了 有菜有肉了 再搞一点水果就完美了 搞了几个果子 再加一瓶水啊 等一下包粥怕不够 这瓶小饮料 一瓶小饭 那麽大一个 这个是凤梨吧 这个是凤梨吧 这时候展现我的技术的时候呢 那么多渔船在这里 哇 海湾名称 林海镇 海岸线 海湾长度 15.82公里 海湾起点 龙甘春东 海湾重点 龙豪春西 找个好一点的风水宝地 就在人家那个村尾这里 今天晚上打地铺在这里就不错 这什么 爱国固边模范村 把自行车推过来 这个自行车在沙地里面特别难推 很费劲 那段爱会将我关锤 我没有所谓 怎么能两眼憔悴 今天晚上的家终于安装好了 别墅靠大海 时间不早了 直接包周吧 哇那个海风好大 那个火都被吹 摄像机吗 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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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摄像机 那么多人围着我做饭 嘿嘿嘿 虾子已经全部开完边了 再搞点蘸料 粥也包的差不多了 蘸料已经全部搞好了 坐等吃饭 非常的浓稠 小北红的衣服 嘿嘿嘿 这个米包的预奖量 下料 稍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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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就熟了 嗯 蓋蛋鍋蓋 再蒙兩分鐘就差不多了 熟了吧 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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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動了不要走動了 咱們去遠點 嗯 再加一點蔥花就完美了啊 出鍋 不要走動了 可以了 明天要吃飯了 這夕陽太美了 今天的夕陽 鐵子嗎 開飯咯 蝦粥 今天好成功啊 看到了夕陽 夕下 已經掉了半邊下去了 而我在這裡有蝦粥 有蘸料 還有一瓶牛大粒 美之子 簡直完美 今天 沒有杯子啊 但是我有個八寶鐘的杯子 瓶子拿來裝功能飲料 非常nice 我就海鮮粥 這米包的實在是非常的亮 今天包的非常的gain 所以滿滿一大鍋的東西 哇那些小孩又去我帳篷那裡 真的是一個不足一個轉眼 又跑去我帳篷那裡 來到海南的第二天 終於如常所願的吃上海鮮了 海鮮粥買了半斤那個蝦 特別甜包那個粥 我去真的是那些小孩子太調皮了 我怕一轉眼 在這裡吃著我的海鮮粥 怕等一下我那貴重東西被太調皮了 給你們看一下 我在這裡吃著粥 他們老是去我帳篷那裡搞事 趁我一轉眼他們就跑過去 趁我一轉眼他們就跑過去 好怕我那些充電寶什麼那些被他們拿走 你說拿走我的柴米油盈還是小事 就怕那些電子產品被他們拿走了 真的是好煩 好了我要趕快把我的海鮮粥搞完 然後回我帳篷那裡待著 我怕那些東西不見了 來今天晚上人家在那邊那裡搞晚會 海南這邊的海鮮是挺便宜的 像這種這麼大的堆蝦 27塊錢一斤 我才搞了半斤搞了15馬內 就夠今天晚上這麼一大鍋粥了 非常鮮甜吃起來 都是活蹦亂跳的 還搞了一點小醬料 先把蝦吃完 然後再慢慢喝中 還有小飲料 搞得我現在在這個海邊 南海邊吃個飯都不安寧 老是要顧著那些小孩 剛才那個落日已經下去了 現在已經是7點鐘了 但是天還沒有黑 不管了先吃飯 吃盡快吃吧盡快吃 然後回去守著我那些東西 本來今天想買那個蘭花蟹的 但是一問那個蘭花蟹太貴了50塊錢一斤 剛才那個大的蘭花蟹起碼有差不多一斤了吧 那一隻蘭花蟹就50塊了 當時呢我買半斤這個大蝦啊 他15塊 如果買了那個蘭花蟹的話 我就少吃了一斤半的大蝦 我願意吃大蝦啊 因為怎麼說呢 那個蘭花蟹那個殼太多了 我不喜歡吃一點都不喜歡 還是這個大蝦比較甜啊 吃起來非常的鮮甜 我吃蘭花蟹可能會過敏啊 怎麼說呢 主要是他貴啊 如果他不貴的話 我應該我吃了不會過敏 嗯我不像這個 這個這個對蝦啊 汁多水滿的 一口一個 嗯特別香 15塊錢我就能吃到 反正28隻了 嗯 那個蘭花蟹的話 一斤多 差不多60塊錢我才能吃 吃一點點 蝦的話就不一樣 這個大蝦才27 嗯 這麼晚了那些小朋友 還在我蛋白那裡 沒辦法 他們覺得是好奇 好奇心裡 給你們看一下 落日余暉啊 那個太陽已經落了 但是還有點余暉 這些余暉怎麼樣 嗯 哇嘎嘎 也不知道這些船那個燈 有什麼用 一閃一閃的 幾百艘船都是 那邊那幾百艘也是 一直在閃著那個燈 太美了太壯觀了 住在海邊還有唯一一個好處 就是吃飽了我還可以洗鍋 但是還沒洗得那麼乾淨 等一下就過去看人家表演節目 不知道今天晚上這個本地的村民 在這裡搞什麼活動啊 作為一個外地來的 我也不敢說 我也不敢問 坐在我站門外這裡 瑟瑟發抖 好了今天就先到這裡了 我們明天見啊 愛你們 救命